大家好 歡迎來到《長歌行》 我是趙長歌 比褲襠掏手雷 非真打鬼子還要雷人的情節 在中國大陸又上演了 近日又有選美小姐當上中國大型驅逐艦艦長 她自己說 我做艦長每天必做兩件事 第一件是早上五六點背著小包去練習游泳 分秒必爭的彌補自身短板 第二件是一定要幫官兵整理領帶 無論職位高低 她都會第一時間要求其改正 維惠小從不在意異樣的目光 1977年出生的維惠小 23歲剛畢業 就當上了華為副總裁的秘書 4年後 參加環球洲際小姐選美入選 中國驅使家 2012年 她35歲了 寫了一封自建信要參軍 三天就被特批 2022年 入不到10年 她當上了大型導彈驅逐艦 紹興艦的艦長 陸媒和廣東省共青團等官方帳號 釋出維惠小在艦上對官兵們講話的短視頻 吹捧著旗 傳奇履歷 連薩貝寧採網她時都直呼 您的這種人生履歷 牛到電視劇都不敢這麼拍 褲襠掏手雷 石頭打飛機 天天被抗日雷人聚洗腦 可能會產生一種錯覺 認為現實中的魔幻都是正常的 人家的艦長都是練習 怎麼指揮作戰 共軍的女艦長練習的是怎麼游泳 是 電視劇已經夠雷人的了 可現實比電視劇還雷 電視劇已經夠侮辱人智商的了 可現實比電視劇還侮辱人的智商 宰相必起於州部 猛將必發於族武 是習近平曾多次引用過的古語 這句話出自韓非子 意思是 宰相都是從基層州部中鍛煉上來的 猛將都是從軍隊族武中摔打魔力出來的 唯會曉的這種火箭式提拔 顯然不符合這一點 當媒體問唯會曉 作為中國海軍史上 首位女艦長有什麼感受? 唯會曉回答 時間第一不重要 實力第一 才最為重要 我要打破性別的番禮 與男性比 與國內最強 全世界最強的比 好大口氣 全世界最強的男性海軍名將 近代海軍的頂級 精英人物 在戰時狀態下的特殊時期 都很少有這麼提拔的 唯會曉的履歷 要是這些海軍牛人還健在 估計都得看傻了眼 被日本海軍奉為軍神的東湘平巴郎 曾在對馬海峽海戰中率領日本海軍大破沙俄海軍 他1863年從軍 1884年任天成艦艦長 這個過程 東湘用了21年時間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日本帝國海軍名將山本56 二戰期間擔任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 在太平洋戰爭期間 策劃並指揮了數次戰役 例如偷襲珍珠港 以及中途島戰役 1904年畢業於江田島海軍兵學校 1928年山本首次指揮軍艦 成為50號清巡洋艦的艦長 此後又調任去城號航空母艦艦長 從軍校畢業到當上艦長 山本用了24年時間 二戰中 美軍人氣最高的將領之一 因作風勇猛而獲綽號公牛的哈爾西 因為人隨和 也被稱為水兵的海軍上將 深受部下愛戴 哈爾西的父親老威廉.哈爾西是美國海軍上校 出身海軍世家的哈爾西 1904年畢業於美國海軍學院 因爲趕上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8年擔任少號驅逐艦艦長 即便有海軍世家背景 還趕上了世界大戰 從軍事院校畢業算起 到升任艦長 哈爾西也用了14年時間 美國五星上將 海軍將領尼米茲 他的晉升比較特殊 美國有10艘一級航母是以尼米茲命名的 1901年 尼米茲進入美國海軍學院學習 當時適逢美國海軍進行擴建與現代化 為解決戰爭中事關人數不足的問題 海軍學院錄取人數不僅比往年多 連學員畢業時間也提前了 當時因日本在日俄戰爭備獲賠償 復原軍人大量進入美國勞工市場 使日美關係惡化 產生戰爭危機 羅斯福因而調遣大西洋部分艦隊進入太平洋 在這種情況下 尼米茲於1907年 受命指揮了迪凱特號驅逐艦 即便是光速提升的尼米茲 也是正兒八經的海軍出生 而且尼米茲有非常強的專業背景 他以研究潛艇為主 也是美軍中柴油引擎技術的專家 跟這些世界近代海軍史上的風雲人物相比 維惠小的履歷不是神奇 而是奇怪 因為這位女艦長的情況是 她的資歷嚴重不足 作戰指揮可不是兒戲 有人把維惠小同美國海軍首名航母女艦長 艾米·鮑恩施密特相比較 不過 看看鮑恩施密特的履歷就會發現 人家也是有著很強的專業背景和任職經歷的 鮑恩施密特大學期間 他就讀於美國海軍學院 這是美國海軍和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軍官 基礎本科教育學校 鮑恩施密特攻讀的是海洋工程學系 就在他畢業的前一年 國會解除了女性軍人擔任此類職務的禁令 這項法案讓鮑恩施密特成為首批 在戰鬥艦艇上服役的女性艦員 2018年 鮑恩施密特在接受採訪時 坦率表示 這項法案徹底改變了我的生活 隨後 鮑恩施密特成為了一名海軍飛行員 被部署到波斯灣 隨Lite-45返前直升機中隊 在約翰陽號驅逐線上服役 他後來還擔任過飛行教員 部門主管 和多支直升機中隊的指揮官 有著超過3000小時的飛行時數 儘管具有很好的專業背景和職業經驗 鮑恩施密特一路攀升到艦長 也用了近30年的時間 他是最能體會在海軍服役的女性們 所面臨的困難的人 職掌艦長一職的鮑恩施密特形容 這份工作幾乎是世界上最令人難以置信的 所以難怪消息一出 人們紛紛氣說 玄美小姐當艦長 中共這是要武統臺灣 還是武統臺灣? 坊間傳說 維惠小之所以能獲得火箭提拔 是因為他是紅三代 維惠小是廣西百色人 中共的開國上將 維國卿就是廣西人 參加百色起義 從瑞清 到長征 到八路區 新四軍 到山東野戰軍 華東野戰軍 到駐越南軍事顧問 到廣州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最高職位是總政治部主任 中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 據稱 維惠小的父親也在軍中任要職 不過 官方資料從未提及他是否出自軍人世家 這速造稱 他是大山裡長大 放棄百萬年薪從軍 不管這個說法是不是真的 但可以確定的是 不會打仗的人帶兵打仗 將造成嚴重的後果 歷史上 趙國名將 趙奢之子趙闊指上談兵 指40萬趙軍大敗於長平 趙軍主力 全軍覆沒 1985年 中共名將 蘇裕之子蘇榮生 以紅二代身份作戰指揮 蘇榮生本來就是新提拔才一年的20010師長 戰前靠疏通高層 火箭提拔當上了67軍的參謀長 想藉著戰爭 有機會競爭的更快 來個一步登天 不過 他的這趟鍍金之旅 卻成了1990官兵的悲情之旅 到了前線的蘇榮生 立功心切 當時 中越雙方是粵軍在山上聚險而守 中共軍隊在山下伺機而動 態勢是敵在暗處 我在明處 蘇榮生卻下令 不惜一切代價 拿下粵軍山頭 一仗下去 數百士兵戰死 軍部內誰都不能提意見 老師長鄭廣辰 反對蘇榮生不顧一切的衝鋒命令 勸蘇榮生 得愛護戰士生命 蘇榮生就到軍長處 告鄭師長的狀 說其驗戰 未戰 一番操作 鄭廣辰的指揮權被解除 蘇榮生成了指揮者 部隊上下都得聽他的 在他的瞎指揮下 仗越打越糟 人越死越多 而且誰都不能提意見 如果提意見 第二天就會派到前線衝鋒 這種情況下 全軍戰士對蘇榮生怨氣極大 一天 一名戰士拿著衝鋒機槍 衝進了67軍司令部 軍長被打傷 參謀長蘇榮生躲在桌子底下逃過一劫 開槍的戰士主要是衝著蘇榮生去的 蘇榮生差點挨槍字 是中越戰爭中的一件大事 67軍慘敗後 軍中上下一片哭聲和罵聲 嚇得蘇榮生帶著軍部的指揮組悄悄就跑了 走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去送他們 這些前車之艦很多 難怪一名大陸網友看到這則消息說 出奇的憤怒 這是導彈驅逐艦 這個選美小姐打仗 會坑死整個艦隊 可能導致國家滅亡 臺灣網友則幽默的評論 一看對岸 是這個水平 我就放心了 觀眾朋友們 以上就是長歌行今天的內容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別忘了訂閱 點讚和留言 我們下期節目 再見